欢迎收看这一集的优惠 其实从今天总共有六点的优惠 想要来跟你们分享 首先呢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 风尘导购所推出来的最新活动 紧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台湾银行数位账户的新护理 接着呢要来跟你们提醒的是 Richard Gogo卡四月的活动 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接口支付在夜市所推出来的加码 接着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国泰Cube卡最新的回馈公告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 LivePoint终止合作伙伴的点数兑换 今天优惠集中虽然有六点 但是每一点都是比较偏短一些的 首先要来跟你们分享的呢 就是风尘导购的活动 目前是关到今年的6月30号 你今天在活动期间 透过风尘导购 并且刷永丰银行的信用卡 所有的回馈通通都会在网上加码一旁 总活动上线是1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购到1万块 那这活动是需要登录的 它限量2万名的名额 但是我今天拍摄的时候上去看 只有登记1000多名 所以其实还算是绰绰有余的 风尘导购其实就跟Shopet Line购物是很相似的东西 你透过这个平台连接到其他的网站购物 就可以再额外加码回馈给你 我这边推荐几张永丰银行的信用卡给你的参考 首先第一张就是永丰Sports卡 符合条件国内无脑刷都可以想要3%的现金回馈 它的条件就是你在当月必须累积消耗达到7000卡的卡路里 其中加码1%每个月的回馈上线是300元 所以最后可以消购到3万块 就算你今天没有符合条件 一样也可以想要2%的现金回馈无上限 并且缴保费一样也是可以想要回馈的 如果说你今天是首次申办下载汗水不白流的app 若有推荐码就可以直接得到7000卡的卡路里 等于这个月牙器不用运动就可以直接拿到3%回馈 这张卡片其实算是一张比较冷门的无脑神卡 接着第二张就是永丰大户 如果说你今天达到大户等级的话 一般通路可以消2%的现金回馈 封城导购的部分还有包含了FOOPANDA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用大户在FOOPANDA上面消费的话 这是可以消7%的现金回馈 以上这些回馈通通都是可以互相迪加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很常利用封城导购 或许这次的活动是可以参考看看的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的是台湾银行数位账户的新护理 目前是高到今年的6月30号 台湾银行的数位账户其实前阵子都是没有任何开户的 但从4月1号开始 如果说你今天是开替台湾银行数位账户 以及台湾银行外币数位账户的话 各可以拿到100点的LINE POINT 所以如果说你今天两个都有开户的话 最高就可以拿到200点的LINE POINT 而台湾银行数位账户目前是高到今年的12月31号 你今天在10万块以内离门坎都可以享有1.45%的活出利率 它是5000人起习 并且每日记习半年复习一次 每个月可以享有跨转33次以及跨提5次的免售续费优惠 所以如果说你是前阵子在观望后 我个人觉得现在开户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时机喔 接着要来跟你们提醒就是 Richard GoGo卡在4月份的活动啦 Richard GoGo卡在4月结账账单是不需要符合任何低销条件 都是可以想有回馈加码的 尤其是如果你今天绑定指定行动支付消费的话 可以想有5%的现金回馈 那它指定行动支付包含了台新Pay以及LinePay 其中加码4.8%每个月的回馈上千300元 所以你之后可以消费到6250块 如果说你今天利用台新Pay 绑定GoGo卡并且到7000交费 一样也是可以想有回馈的喔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有GoGo卡4月份 只可以把它拿出来使用一下喔 你在4月份的时候 也可以把它拿来当作是LineBank快点卡的替代卡片 但是LineBank口袋账户 我个人觉得还是必须推一下 5万块里面可以享有2.2%其实也是使用的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在找LineBank替代卡片 其实将来银行的将奖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在一般通路可以想有5%的现金回馈 其中加码4%每个月的回馈上千400点 所以可以消费到5000块 对于小资助来讲其实也是绰绰有余的喔 接着要来跟您分享是 接口支付在夜市所推出来的活动 目前是关注到今年的4月30号 你今天早上利用接口支付在指定的夜市上面消费的话呢 就可以想要随机返币的活动 这次随机返币的趴数是从1%到88% 单笔回馈上线最高是200点 那每人在活动期间最高回馈5次 那总活动是限量6万笔的回馈 它指定夜市主要都分布在于双北啊 宜兰以及台中 那最详细的资讯我都会放在那边资讯栏 有兴趣都可以点开观看 那我这边推荐两张绑定接口支付 可以想要回馈信用卡 首先第一张是第一行行的IDEO 新户可以想要6%而在救护 只是可以想要5%的现金回馈 而第二张呢只是凯基摩拜卡 新户可以想要8%而在救护 只是可以想要6%的回馈 接着要来跟你们分享国泰Cube卡最新的回馈公告 目前是公告到今年的9月30号 你今天呢只要在三种方案的指定通路上面消费啊 都可以想要3%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但是如果说你今天符合条件的话 这三种方案的指定通路 则是会来到3.5%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它的条件总共有三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持有Cube卡的证卡 而第二个则是拥有国泰市华的台币存款账户 而第三个则是透过国泰市华的APP进行缴费 那你必须符合以上三个条件 在下个月才可以想要3.5%的小数点回馈无上限 我自己更认为第三个条件是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一些 但是啊如果说你刚好在下个月啊 有大笔消费的话 这个月符合条件其实也可以想要还蛮不错的回馈哦 它的方案总共有三种 首先第一个是玩数位 它的指定通路包含了网购 像是PC Home啊 虾皮 雅虎 接着还有指定影音平台还有游戏平台 而第二种方案则是想乐购 它的指定通路包含了国内百货公司 基本上国内你想得到百货公司都算是在它的指定通路里面 接着还有KATV外送平台 全球的餐饮 国内妖装店以及国内服饰品牌 而第三个方案则是去旅行 它指定通路包含了国内交车平台 接着还有全球航空啊 住宿饭店 定房网站的旅行社以及游乐区等等 有关于这些指定通路最详细的资讯 我都会放在下面资讯栏 以及我的部落格有兴趣都可以点开观看 以上这三种方案 每一天啊你只能选择一种进行切换 而切换之后24小时以内都是没有办法进行更改的 国内Cube卡在4月份的时候有推出一个加码 你今天早在P4用上面消费都可以享有7%的回馈 那这7%是属于迭加市的 包含原卡片的3%回馈之外呢 再额外加上活动加码的2%小数点 还有呢2%的PB回馈 上面所提到2%小数点以及PB回馈呢 活动的回馈上限啊各是1万块 所以啊你各可以刷到50万才封顶哦 所以如果说你在4月份的时候有什么大笔消费的话 其实国内Cube卡会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而这张信用卡呢 另外一个比较多人喜欢的地方 就是它的iCache自动价值 以及绑电iCachePay消费啊 都可以享有10%的OpenPoint回馈 每个月的回馈上限是200点 所以最后可以消费到2000块 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 透过连结申办 手刷里就可以享有500点的小数点回馈 那手刷里的条件啊 就在合卡30天内认刷3比888元的消费 并且啊必须申请电子账单 接着不分心救护 透过连结申办 在合卡30天内累计消费达到2万块以上的话呢 就可以在额外想要300点的小数点回馈 所以啊如果说你今天是新户最高 就可以想要800点的小数点回馈了哦 最后则是要来跟你们分享LinePoint最新的公告 LinePoint呢从4月1号开始之后呢 就终止合作伙伴的点数兑换了 但是呢消费折抵以及商品兑换是完全不受影响的 那这边所提到合作伙伴的点数兑换到底是什么呢 也就是之前LinePoint啊 其实是可以兑换成亚洲万里通啊 或者是Happy Go 还有OpenPoint以及UUPoint等等的点数 从4月1号开始之后啊 通通都没有办法进行兑换 所以如果说你本来就有习惯每个月啊 透过LinePoint去兑换其他点数来折抵账单啊 或是折抵消费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4月1号开始之后啊就没有这个服务了 是有一点可惜的地方 好那以上呢就是这一集优惠及其通常 来跟你们分享的内容 如果说你好 其他需要补充都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今天的影片就给你们分享到这边 喜欢这支影片不要让大家喜欢或订阅我 记得开启响张才不会错 每次上线的影片想要关注我更多生活动态的话 Follow我Instagram或赞赞粉丝 也可以教会员帮助我创作更多 精美优点影片 我是雪妮我们下期再见咯 白布屋 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LinePoint啊 在消费折抵以及兑换商品上面 是完全不受影响的哦 今天的优惠其实从虽然说 优惠的点有点多 但其实每一个都是小小的点啊 可能大家提醒一下 然后最多讲的篇幅最多是国泰Cube卡 但是不是业配哦 因为国泰Cube卡我个人觉得 他的回馈机制其实是 算有一点复杂啊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很习惯的话 用起来应该也可以算是得心一手 毕竟他算是国内指令通路 3%回馈无上限的唯一卡片 就是毕竟3%回馈 现在还是很多都有上限啊 但是除非你是像富邦追卡 这种绑定LinePay可以想要3% 3.5%回馈无上限的 除外另外一张就是国泰Cube卡指令通路 可以想要3%升到3.5%回馈无上限 其实我觉得算是不错啊 只是对我来讲我觉得他的切换 可能有双鱼都要提醒自己 今天是切到网购 那明天如果想要在百货公司消费 我是不是要切到百货公司这个方案 有时候如果你忘记的话 回馈会大打折扣 就会有一点可惜 那这张信用卡 其实我觉得对于长辈来说 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友善 但是如果说你愿意教导长辈的话 或许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啦 那这张信用卡 其实对于很多来讲 算是一张无脑的神卡 如果说你本来消费通路 就是他的指令通路 其实他就是一张 还蛮适合你的信用卡啰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今天的发型 我今天的就是让牛海通通都放下来 这样看起来应该有比较年轻一点点吧 因为我之前发了一个 就是我刘海权放下来的限时动态 然后想不到大家的一致好评 就觉得哇 好像年轻很多的感觉 所以我想到 今天尝试一下 把刘海放下来的造型 结果说不知又穿了一个西装外套 所以我不知道 你们对这个造型的反馈是什么 欢迎你们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啰 我跟他那边的很重要的